暴风哥利亚从星期天开始吹袭西班牙 为当地带来暴风雪 气象部门含有的发出红色天气警报 预料恶劣天气将会持续到星期二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 气象部门表示 哥利亚在星期一和星期二 会为全国多地带来恶劣的天气 当局队超过30个省发出红色天气警报 预料气温会非常低 并有4米高巨浪和大雪 受风暴影响最严重的是巴利阿里寻岛 其中最大岛屿马瑞卡 预料在12个小时内有豪雨或有洪水氾濫 当局已经制定好应急措施 国家气象局报告说 万伦西亚省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00亿数公里 海浪达到8米 至少有120个议会决定让学校停课 并关闭数百公里的道路 在阿维拉省中部 一名63岁的男子 被风抬起了屋顶不幸击中 而在家中丧生 而在万伦西亚省附近的甘迪亚 一名54岁无家可归的妇女 因为遭遇异常寒冷的天气 不幸死亡 恶劣天气下 北部自治区阿斯图里亚斯 一名44岁的男子 在公路为汽车换水链时 遭一辆失控的小型货车撞上 最终死亡 暴风也令阿利堪特机场 从星期日早上七点起 关闭24个小时 近200航班受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